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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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从小和外婆相依为命 外婆听力不好 小文每次都要喊她好几遍 可是这一次 她喊了好久 外婆都没有醒来 小文不明白 一向早起的外婆 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贪睡 更不明白 大人们为什么要把外婆装进箱子 又为什么要一直哭哭啼啼 小文只想赶紧救出外婆 但转眼间 箱子被一辆车拉走了 她担心外婆 外婆待在里面会着急 于是拼命地追了上去 并拿着玩具长矛质问开车的男人 这一刻 小文才意识到 外婆并不是简单地没睡醒 而是某种意义地彻底离开 没办法 流浪街头的小文只能站住舅舅家里 但舅妈却吵了起来 小文纵使年纪在小 也听得出来 舅母不喜欢自己 一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小文带回了家里照顾 两人之间 又会发生什么有趣治愈的故事呢 女孩一大早抱着盒子画画 一旁睡醒的三哥被气坏了 因为那不是普通的盒子 而是明天葬礼要用的骨灰盒 如今却被涂得乱七八糟 三哥战战兢兢地捧到逝者家属面前 本以为会被痛骂一顿 谁知夫妻俩却感动得鞠躬道歉 原来他们死去的女儿今年才六岁 生前也非常喜欢画画 妈妈伸出满是涂鸦的指甲 那是女儿离开前留下的 她到现在也舍不得抹掉 这场葬礼 对三哥来说只是工作 却让小文想起了去世的外婆 因为临过雨 他们和女孩的父母感同身受 所以想替别人撑把伞 小文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怀念着外婆 就算将来会忘记她的模样和声音 也不会忘记她说过的话 也许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就是不遗忘他们所留下的东西 好在小文还有三哥的陪伴 两人犹如妇女一般 建立了不可割舍的情感 他们会在充满烟火气息的街边 一起吃着早餐 一起将冷冰冰的丧葬车 装饰得更有人情味 又或者是 一起在家长会上表演节目 通过一天天的相处 三哥已经习惯了小文在身边 可就在这时 小文的亲生母亲突然回来了 男人的工作有些特殊 他只和死人打交道 却能月收入过万 他就是三哥 一个专门为侍者整理仪容 送他们体面入恋的殡葬师 三哥很敬畏这份工作 患兽医师总是一丝不苟 为了活动死者僵硬的关节 他还会耐心拿毛巾热服 最后在苍白的脸颊涂上腮红 虽然工作认真负责 但他一直以来更像是在例行公事 从不会对侍者的家属产生共情 直到他遇到了女孩小文 小文相依为命的外婆 是在一天早上悄无声息离开的 三哥过来入恋时 家里只剩下他一人孤苦伶仃 三哥不忍心做事不管 于是将小文带回了家 还欺骗他说 外婆没有离开 只是飘到天上变成了星星 但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句玩笑话 竟被小文当真了 小文的回答 让三哥开始审视这份职业的意义 他不再是冷冰冰的病葬师 而是一个有温度的种心情者 除了工作 三哥在生活中也学会了和小文相处 渐渐从一个不会安慰人的大直男 化身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这场偶然的相遇 让小文收获了一个家 让三哥也得到了一场治愈 两人相互关怀 共同演绎了一段温暖的故事 电影之所以聚焦病葬式题材 恰恰是因为有太多人对丧事避之不谈 他们敬畏生死 却比是从事该行业的工作者 人生是有两样事 是非常不体面的 是需要别人帮你的 是你出生 你死亡 抱着这颗圣人心去 帮他们完成最后的这个仪式 我觉得说他是重心性的人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为了更好的诠释这个职业 开拍前剧组前往了殡仪馆 学习如何给逝者穿衣服 并亲自上手整理仪容 只有认真观摩熟悉整个流程 才能更完美地贴近这个角色 为此朱一龙还特意捡了圆寸 套着花衬衫 穿上人字脱 这和他之前所演过的角色形象完全不同 却瞬间诠释了三哥的人设 看似脾气十足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担当 看似冷漠无情 却包不住发自内心的善良 殡葬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 他们给逝者一体面 自己却背负着偏见 他们种下满天的星星 了却了无数人的思念 所以哪有什么吉利和晦气 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 都是人生大事罢了